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有分享一个观念 在研究里面 他就分为两组 一组情侣他们把他 就是去约会的时候 就是直接去约会 另外一组是 情侣要约会之前就给他吃一些甜食 结果他们研究发现这两组对照组下来 那个有先吃甜食的这一组 他们对于买东西 他是不太看价格的 他就是一直买 然后所以 科学家他们就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说 吃甜食会增进人的快乐情绪 而且也会比较勇敢 失去理性的这一种情况 怎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吃了甜食以后 反而对什么事情都比较不在乎 而且他们都是抱持的比较正面的看法 所以看到价格 买 买 买 什么都买就对了 那怎么会这样呢 各位最主要 因为 甜食 他的五行是属土 而我们人体里面 土的部分就是物土跟己土 尤其是己土 他是疲障 疲障是要干嘛的 奔秘一种快乐的泉源 可以让我们自己的情绪变得比较快乐一点 小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到小朋友 为什么所有的小朋友看到甜食都很开心 可是你现在的你 你不见得喜欢吃甜食 怎么会这样 最主要就是因为小朋友他没有己土 这一个器官 这时候还没有发育 所以他们要让他们快乐起来 就是靠吃甜食 所以为什么小朋友看到甜食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你就会知道 甜食他本身就会忘你的这一个脾障 所以当你人假如是在低潮的时候 不开心的时候 为什么吃吃甜食会让你开心 就是因为补足你脾障的这一个五行 来讲脾障就是会分泌 让你快乐的一个泉源 所以当一个人假如是在低潮 假如是在不快乐的时候 吃吃甜食其实是对你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当你快乐的时候 各位什么事情都比较不在乎 所以为什么在科学家的研究里面 说吃甜食会比较勇敢一点 所以就是因为让你的这一种自嗨 有没有 脾障自嗨的功能 就变得是怎样 比较强了 所以你比较不会去在乎这一些东西 人会比较开朗 会比较勇敢一点 这一边也跟各位讲一件事 就是男生 你假如跟女生在约会之前 最好就不要先吃甜食 不然的话 当你很happy的这一个情况下的话 他妈约个会 身上的浅钱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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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 就飞的特别多的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你 你就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非常非常的勇敢 所以吃甜食会让人的理性稍微会失控一点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